解气,扑天津全舰叛徒外员遭欧洲豪门放弃,留守中超货被荒废众所周知,欧洲最后转会市场也即将关闭,执意离队的中超全舰外员莫德斯特依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新东将,也没有回归球队接受批评的意思。 对于这位法国射手来说,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此前一度与他接触很近的吐槽豪门加拉塔萨雷霍已经正式放弃考虑他。 近日,土耳其媒体Soap的消息指出,经过评估后,加拉塔萨雷方面认为莫德斯特与全舰的解约还没有处理完,球队贸然签下存在巨大风险,因为在这种胶着的情况下,莫德斯特拿到国际转会证明还有待疑问,如果没有这个证明,俱乐部签下他也无法上传,这样损失就会不可避免。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还透露,不仅仅是因为这样,同时,中超天津全舰方面也向加拉塔萨雷方面进行了施压,通过官方形式发送律师函警告,签下莫德斯特,可能会带来的法律上的风险。 最终经过评估后,土超豪门也正式放弃了莫德斯特,而事实上,加拉塔萨雷一位高层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球队放弃莫德斯特的证实,如此一来,这位莫德斯特尴尬了。 据悉,原本如果加盟加拉塔萨雷的话,不仅可以得到年薪350万欧还可以得到一笔价值450万欧的签字费的,甚至可以代表新赛季参加欧冠联赛,如今都泡汤了,再者,转会窗口也将关闭。 这个就意味着,莫德斯特只能继续留在中超,而也已经跟权劲决裂,如果不主动妥协,那么将面临无球可踢的状态,尽管球队高心养着,但是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无球可踢等于就此荒废。